大家好 春季这段时间是给蝴蝶兰换盆最佳的季节 那么我们想要给自己的蝴蝶兰换盆的话 一定要提前给它处理一下 让它进入到最佳的状态 再给它换盆 首先我们要给蝴蝶兰换盆的话 尽可能选择这种开拜花的 像这种开花状态的话 我们最好不要给它换 我们给它换盆之前 最好提前10天给它喷湿2-3次磷酸青甲 给它喷湿叶片 这样的话让它的叶片快速的强壮起来 同时给它浇灌根部 也是让它的根部短时间内强壮起来 让它的一些新根强壮一点 让它老化 那么换盆时就会减少对它的损伤 第二步就是要给它控水 尤其是像这种用水苔来栽种的蝴蝶兰 一定要控水 控水的目的是让它的根系发软 根系发软之后 我们给它去掉这些质料的时候 就不容易让这个根系受损 不容易折断 减少对它的损伤 同时蝴蝶兰的根系有点适当的脱水 可以增加它的生长欲望 那么换了一些新的质料之后 就更加容易适应新的环境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我这一颗是经过控水的 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比较干 而且这个根系有点发软 不容易折断 好了 有一期间的关系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处理这个脱盆之后的蝴蝶兰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